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們這一節來到今集《公民齊齊》的第三節 剛才我們分享了 可能由人口老化的現況 到全民退了保障的具體方案 他們在窗戀中有一個怎樣的方案 到現在我們可能再分享少少 民間裏面對全民退休保障的窗戀方案 他們究竟有什麼質疑的觀點 可以跟各位分享澄清討論一下 剛才說到一些很技術性的問題如何落實 又或者所謂觀念上的迷思 為何我要幫人養父母 但去到一些在香港社會比較集中的質疑 可能在經濟學上的質疑 我記得其實全民退休保障 類似的形式窗戀 可能十多年前 在港英年代已經有人提出過 當時很多人都會引述 當時有一群自由派的經濟學者 曾經七十多個聯署在報章 說我們反對這種形式的窗戀 他們可能擔心的問題 他們覺得在很多國家 走這些制度最後都是爆煲的 又保障不到市民 而且政府國家的開支很龐大 例如剛才你可能提到 其實現在在倡議的方案 其實是五十年可以確定到 都是由精算才確認 但你怎樣回應這些質疑呢 因為我們看到可能最多人引用的 就是智利的例子 就說他怎樣在七十年代尾 就已經爆煲了 搞到民不聊生 那你怎樣回應呢 我想就這樣聽起來 其實是很有趣的討論 當我們面對這些看法的時候 你問我我會覺得 當我們有一群人去關心 可能過往有其他國家的例子 教全民退休保障 而好像不太多點的時候 我會反問一下 其實當那些國家 最後在退休保障做了改革之後 其實成效是如何呢 就回應智利的例子 想當年智利 很多經濟學生都喜歡用智利做例子 說智利不行 所以最後就把退休制度 即是私營化和私營化了 最後做出來的結果就是 現在智利我的理解就是 有三分之一的打工仔 可以在現在的退休制度裏做到保障的 因為它要有一個好像 即是 叫什麼 底線 你過了那條底線 即是你收入過了那條底線 或者你打了那麼多年 你儲過了那個水平 那你就確保到你的退休生活了 智利有三分之一是可以的 現在有三分之一的人 是努力著的 有機會可以的 另外有三分之一的人 是已經知道自己不行了 所以寧願都不去 即是 加入這個計劃 所以到最後現在智利有三分之一的打工仔 退休制度其實是沒有保障的 即是我想 即是回應的觀點就是很簡單 即是 也都不見得現在那些 即是其他國家私營化了 或者是將 將退休制度私營化了之後 看得特別好 我想看不到 美國的401K例子都是 我想都很明顯的 我想這個 去到這個層面 就可能牽涉到一個 即是比較複雜的一些爭論 其實可能在香港比較主導的是 即是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 即是譬如想起智利 就會馬上想 即是其實 即是根本智利的一個模式 即是為何突然之間 要一夜之間 要徹底去私有化了它的公營企業 或者取消了一些社會保障 其實是跟整個新自由主義 在世界發展的關係 某種程度上 即是根本就是這個模式 所以變成這些意識形態 涉及的問題 就是很難在香港有一個很完整的討論 變成很多 不要說退休保障 可能很多不同的爭取 例如福利上的改革 或者社會保障制度上的改善 其實可能最後都是回到這些 這樣的迷思裡面 那可能第二個 我覺得香港人會有一個本能反應 就是會覺得 譬如在這條方案 就是要1000億盈餘以上的一些企業 他們就要加利得稅 那就多少個% 1.9% 是的1.9% 這個利得稅其實就是 我們說的那個方案 那個四大的財政樂園 其中一個 就是在企業的部分的一個參與 那很多人立即會說 就是說那你只是講加稅 那加稅就一定涉及很多 就是反對的聲音 第一樣就是 就是這樣加稅就可能又會影響了競爭力 就是影響那些外商的投資異族 或者 這些是最喜歡回應的那些 是的 我現在是那些很 很 我不知道 我很主觀我覺得 某程度上是一些 欺騙自己的觀點 因為去到最後 其實剛才一開始 我想我們都講了 就是 接下來很多將來是老人家 接下來 我們知道貧富懸殊嚴重 我們知道接下來很多獎者 退休不夠退休保障 知道NPF其實根本不夠他們退休 但是當 剛才那一集的Fast全部都成立 到最後 其實當香港面對這麼大的獎者群體的時候 當他們最 他們全部都跌穿了那條貧窮線 他們全部都entitled 就是很多的獎者 已經是可能entitled 拿中緩的 那最後中緩的開支只會不斷上升 我理解 那誰付鈔我理解 到最後 都是香港人自己會面對 是 還有我想 講到稅的問題 其實可能講到一個財富分配的公正性的問題 那 還有我們會不斷 香港政府的官員很喜歡講 香港奉行低稅率 低稅率 還有那個標準稅率 是可能 違反基本法 一分鐘 十幾個巴仙 其實那個問題是 首先 香港很多打工 其實我理解香港很多打工 交稅去不到標準稅率 變成最後交稅那個 到最後回去 都始終會是那個狀況 我理解 其實我們看到 其實 1.9% 其實 不多 其實真的不多 記得上年財政預算 有一千一盈餘 就是財政司就很闊綽地派堂 譬如總管又出商量 又免租 那 那 當時其實他也是減了 就是企業的利得稅減了0.9% 那是 我記得整個1% 對 我不是很記得準確的數字 但當時印象就是 其實這樣已經沒有了幾十億了 那個問題就是 就是為什麼我們這個政府想的思維 就是有錢的時候我就亂派 這樣 但就不是拿些錢來做一些 可能長遠的政策結構上面 一些根本上的改善 變成我們看到 就是連尾一個金融海嘯 其實那些問題 譬如貧窮的處境就更加惡劣 但是那些東西在經濟好的時候 就沒有處理到 變成那個惡果就可能全社會的市民都要一起承擔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 可能一陣會分享多些 究竟在香港爭取全民退休保障的困難和限制在哪裡 但是我自己會覺得 其中一個很大的意義在香港 就是因為其實全民退休保障是觸及了 很多方面的一些迷思 比如剛才說到我們所謂一些 就是對於社會福利 就是是不是應該由全民去承擔的這些觀念 第二就是可能是一些經濟學上 意識形態的一些分歧 那可能第三就是去到 譬如我們怎樣理解 譬如我們怎樣理解 譬如有少許扣回社會福利的觀念 就是我們怎樣去籌劃 我們這個社會一代一代可以 可以保障到一個制度 可以保障到我們的老人家 可能下一代甚至我們自己老了的時候 都有這個保障 其實我覺得在這方面 都是實踐著一些可能性 那今集就很感謝表弟的分享 其實希望這一集之後 各位在看的朋友都可以更加關心 人口老化和全民退休保障這個議題 你是最多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